這個算精確的那個到幾歲 幾個月又幾天 那當然第一個我們其實可以算這個N 算完這個N之後的話 把這個字串貼到它後面 然後把它串接在一起 之後的話呢 其實還可以再把什麼 前面這個公式把它貼到 這個跟這個 串接到中間 其實就可以把結果做出來 不過 當然這一題的 這個複雜度公式其實會很冗長 不過其實倒也是 還好 我們來先做這個N好了 做一次給各位看 第一個喔 等於 OK 然後呢一樣把那個Dedif先出入 Dedif 錢瓜糊 然後呢 一定會需要有兩個日期 哪兩個日期 第一個日期是這個 它的生日 比較前面日期 逗點 跟哪一天比呢 跟今天 今天你就把The Day先輸入 T The Day OK 然後 小瓜糊 這樣子 也就是它的生日跟今天比 逗點 比什麼 比相差幾年 那你就給一個Y 前後加雙引號 Enter一下 好 它的 這個什麼呢 啊 它的 稅數是48歲 8月5號出生 因為現在11月 所以已經滿了啦 OK 但是呢 滿了 8月5號 12月 那等於是說呢 它 又 經過了幾個月呢 9個月 9 10 11 11還沒到 那就是不能多算一個月 還有剩幾天 如果假設老 那不是用人工算 而是 丟給那個 這個Dative來算的話 怎麼辦 第一個先把這個Y先做完 第二個的話呢 可以把這一串字串 有沒有 可以把它放到這個後面 串在一起 串一定要end的符號 所以要特別知道 這個end end什麼 所以一般習慣是這樣的 先把這個 稅到天的這個文字 先複製 移到這個公式的後面 把它end 那因為是一個文字 所以雙引號 貼上之後的話 後雙引號就可以了 打個勾 有沒有 48歲 豆點N個月 又N天 那問題是這邊還有個N 這個N的話 要怎麼把它 這個N跟這個N 怎麼把它再改成正確的 那實際上 再來下一步就是 把這個公式 直接複製到這邊 跟這邊 這個 跟這個 改成什麼呢 月嘛 就是我剛剛講 YM 然後這個的話 就MD 這樣的話就大功告成 不過喔 特別注意要很小心喔 那怎麼做喔 接下來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呢把這個 Dedif 到後瓜糊 複製一下 接下來的話呢 把這個N 選起來 那這個規則有點像 之前VBA 放個什麼呢 放一個I在裡面的那個 方法很像喔 怎麼貼啊特別是喔 雙引號兩個 移到中間 M的兩個 再移到中間 那 之前我們是放個I嘛 然後把M的符號 把它控開了 這個時候不是喔 我們直接把公式貼上 把它改成YM就可以了 OK打勾 兩個月 有沒有 OK 所以你會發現喔 剛剛的動作喔 跟之前那個蠻像喔 雙引號兩個 AND兩個 那因為呢 在Excel裡面呢 AND前後不用加空白 所以你不用隔開 那你想說那跟 那之前我們VBA是I對不對 那這邊為什麼是公式啊 其實跟各位講喔 因為 這個公式裡面喔 它沒辦法用變數的狀 不像VBAK的嘛 先把這個資料的結果 先丟到一個變數裡面暫存 再把這個變數拿過來 VBA可以這樣敘述 但是公式不行 所以怎麼辦喔 所以你會發現 有時候公式喔 非常攏長 主要原因是呀 它沒有辦法像VBA有個變數可以用 所以 寫程式為什麼需要啦 其實有的時候 就是它可以多增加一個變數的敘述 好那再來一樣喔 再把這個N 改的方法跟剛剛一樣 先選N 雙引號兩個 移到中間 N的兩個 再移到中間 把剛剛的公式貼上 然後 後面的這個參數喔 改成 M D 這樣就OK了 好 如果你沒做錯的話喔 打個勾 就 大功告成了 有沒有 從 他生日8月5號之後 然後一直到今天為止 又多了兩個月又28天 OK 應該沒錯啦 你們可以再算算看 下下填滿 其他的 也就 通通呢 又出現了 像這個 甚至還剛過 有沒有 所以過了15天 有沒有 15天 就剛好今天 這個人是過了 一個月又10天 OK 那 這個人 11月4號 所以還沒到 還沒到 所以他 其實他再過幾天呢 其實他 再過兩天的話呢 他就15歲了 有沒有 所以他 就變成說 11個月29天 應該沒問題啦 跟各位講 如果你不用DATIF啦 問題就很麻煩了 你要怎麼算 算不算得出來 應該可以算得出來 會非常非常快 那DATIF的話呢 就解決了一個 很麻煩的問題 那另外的話呢 有沒有其他 可以取代的 函數呢 跟各位講 目前沒有 那VBA裡面 有沒有像DATIF 這麼好用的函數 目前呢 也幾乎 找不到可以取代的 雖然有接近的 但是 沒有這麼好用 所以呢 後面如果你想要 把它變VBA輸出的話 那目前可以想到 就直接把公司 丟到這裡 就OK了 不然的話 你要再去想 對應的函數的話 太麻煩了 所以這邊的話 當然你們可以試試看 這個VBA基本上呢 就是在旁邊做兩個按鈕 一個是 直接輸出結果 一個是清除 那至於怎麼做呢 很簡單嘛 公司丟 丟到這裡來就OK了 所以我再複習一下 一 開啟Visual Basic 二的話呢 我們找到 我們的那個 在這個才對 這個是我們現在的那個 活躍部 所以在這個活躍部裡面 按右鍵 插入一個模組 OK 那這個模組裡面 其實就寫兩個東西 一個叫什麼 一個叫做 放在哪裡 放在這上面 在第四頁的地方 第三個單元的第四頁 一個年齡 一個年齡 清楚好了 就這兩個 那其實做法 我想前面也做過了 所以我大概 讓一下 第一個的話 把那個什麼 清除就是 4i 等於第幾列呢 第15列到第19列 然後裡面的資料清空 清空的話 就兩個雙以後 那年齡的話呢 就是把那個公式貼過來 那貼的話呢 基本上 就是 假設原來是長這樣 就是兩個雙以後 貼的方法 不外乎什麼 就是把這個公式 這一串 把它貼過去 不過貼過去之前 我前面講過 會有兩個原則 第一個的話 你要把什麼 裡面如果有雙以後的話 要把它取代 所以用 Windows的 附屬運用程式裡面的 記事本 把它什麼 取代 取代 那一個 變兩個 取代 OK 然後 再把它貼過去 不過其實 貼過去之後的話 再做第二件事 你們還記得吧 反正你用 就把它當標準化 留成 動作都固定 保證不會錯 第二個的話 就是什麼 把 列號 B15 有沒有 B15 B15 三個 變成i 那就 就用那個口訣 刷一號兩個 移到中間 AND兩個 移到中間 加個i 就可以了 然後 AND 控 這樣OK 然後 這個15的話 不用重做 把它複製一下 貼過來 所以你就慢慢貼嘛 反正也不敢 如果 至少我是覺得 你做這個的時間 至少 做完之後 會比你重新再 做那些 突發電鋼 快太多了 那做完之後的話 你就可以把它 再產生兩個按鈕來執行 OK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大功告成了 把它 RUN一下 不過這邊的話 這樣跑 可能 看 把它關掉 再來就插入 兩個按鈕 習慣上就是 這邊放一個 然後 這個叫年齡 然後複製這上面的名稱 把它 再貼上 按它 然後就出來了 把Quantle調一下 這邊的話 再把這個按鈕 我習慣再複製 我就不重新再 再產生 因為 再產生一個大小會不一樣 你貼的 貼完就按右鍵 重新指定聚集 重新給名稱 重新再把名稱複製 貼上 其實這樣的 好處就是說 按鈕幾個 它每個都會長得 是一模一樣 再把它清除掉 這樣就OK了 好處就是說 以後如果你要用VBA 至少你也可以拿 Excel裡面的函數 拿來做輸出 問題也至少還可以解決 請各位試試看 剛剛的部分 OK 畫面再還給各位 Dedif部分 所以你可以拆幾個 段 拆幾部分 第一個先做Dedif 然後再把底下的那一串字串 and那個字串 然後再去修改N 試試看 然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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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